绚丽的摆设、宾客的祝福以及新娘子代家的亲情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化为乌有 印尼亚齐昨天发生理事6.5级地震 震税家园也埋葬了亲情 原本已经准备好供给连历的菲特拉尼和苏哈纳斯 在结婚前夕遇上死神棒打鸳鸯 苏哈纳斯不幸罹难 更叫人不胜唏嘘的是 搜救队伍找到苏哈纳斯遗体的地方 原本是一个菜市集 十两人初次见面的地方 红市边白市小两口从此阴阳相隔 旁人看了也倍感心酸 吉尼天灾机构指出 这次地牛翻身 以精量乘102人死亡 另外还有一人失踪 736人重伤 616人蒙受轻伤 同时有超过3000人被迫在疏散中心避难 每个人都被迫在疏散中心避难 感谢观看